哈囉大家好,我是Hack 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中央處理器 在影片開始之前邀請您訂閱Enterbox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也請大家幫我按讚加分享喔 處理器是整台電腦影響效能最關鍵的零件 效能好不好大多就要看處理器 因此我們放在第一集 不管是選擇筆電或是自己組裝或是桌機 處理器通常都佔據預算很大的一部分 這集我們就注重在民用消費及常見的產品 企業、伺服器的少見產品 還有篇幅就先不列入 希望先把整個架構概念講清楚 歡迎大家在留言補充 幫助有興趣進一步了解的人吸收 現在主要的廠商是AMD和Intel 整個民用市場就以這兩家美商公司為主 AMD最近的勢頭非常強 不論是這朋友可以想一下 就是那種起死回生 傳奇史詩級大凡工的那種程度啊 那我們馬上就來看他的處理器要怎麼挑 一般我們能買到的分為瑞隆和現成施裂者 其中現成施裂者屬於更高階的平台 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會買到那麼高階 這次就先不介紹 再往下就是他的數字 Ryzen 9、Ryzen 7、Ryzen 5、Ryzen 3 那我們把全部型號攤開來看 可以看到一個規律 首先在千位數字全部都是3 這是因為這是Ryzen第三代 而百味數字代表的是高低階 數字越大效能就越強 現在桌上型電腦推出的是3X00系列 所以一般說是Ryzen第三代 百味數字則是高低階排列 例如3900X高於3800X 3800X高於3700X 這四個數字型號後 還有一個英文 通常叫後墜 X代表自動超頻 G是內含顯示晶片 那以阿湯之前開箱過的這款Ryzen 7 3700X來說 我們通常就會縮寫為R7 3700X 或是3700X 也可以知道這款處理器是可以超頻的 透過官網資料可以看到 它是一顆8核心16執行序 時脈3.6GHz到4.4GHz 屬於AM4角位 核心數越多 就像有越多人同時一起做事 那效能當然就會更好 而執行序則是可以同時做多少事情 有這項功能的處理器 通常是一個核心可以有兩個執行序 這兩個數字都是越高越好 時脈就像是做事的效率多高 所以這個數字也是越高越好 其次是AM4角位 這個對於我們之後選擇 用什麼樣的主機板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依據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intel intel的型號最近剛好是一個改朝換代 我們先著重了解第八代、第九代的型號規則 第十代等之後有更多產品上市 再來和大家介紹 有了剛剛知識可以加快我們的速度 首先你可以看到Core系列高到低 是i9、i7、i5、i3 那我們進一步把型號攤開 可以看到光是第九代就有這麼多種型號 稍微觀察就可以發現 共同點就是千位數都是9 所以在千位數字代表第幾代 數字越大代表越新 百位數字代表的是效能高低 數字越大則代表越好 以這顆9900K來說 手上這個是它的盒子 它是屬於第九代處理器 而且百位數到9已經完全攻頂了 此外你還發現它的後面還有後綴英文K K代表不鎖屏 如果是S的話則代表特別版 T是省電版 F是5內顯 所以像這顆9900K 就是不鎖屏、可超頻的處理器 這顆處理器是8核心16直行序 基礎時脈3.6GHz 自動超頻可到5G 大多型號出貨時都會隨附散熱器 但有些高階處理器 如這顆9900K就沒有隨附散熱器 關於散熱器 我們會在另一篇專門介紹 各種種類的散熱器 i58600這顆處理器來說 它就是屬於第八代處理器 我們也可以透過官網了解 它的規格是6核心6直行序 基礎時脈為3.1GHz 自動超頻則可以到4.3GHz 這顆處理器就有自帶散熱器 目前市面上已經有10代處理器 但還不是非常多 且10代的命名規則更為複雜 之後介紹到相關產品再和大家聊聊 那了解完處理器後 有人已經可以從效能或是預算 直接選出他適合的處理器 但如果你人猶豫不知道要買哪一個 或是你的預算有限 這邊也簡單整理一些族群的需求讓你參考 當然每個人的狀況可能略有差異 這邊只提供一個參考基準 至少可以避免原本該買高階的人買到最低階的狀況 剛好兩家廠商型號都是用9753來區分 如果是影音創作者建議7或9 不管是R7、R9還是I7、I9 遊戲建議579等級 文書影音播放建議3等級 如果是文書使用 那處理器真的不用買到太高規 反而建議可以選擇內建有顯示功能的處理器型號就好 不用額外買顯示卡 那今天我們對處理器的介紹差不多就到這裡 記得訂閱Enterbox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是Ha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 impression 我們下次見